三點鐘 歡迎大家收看週天新聞 嗨 大家好 還是我 我是張若瑀 剛剛有很多我們的好朋友在問說 若瑀今天到幾點 好像剛剛就有孝賢春皇后也來了 我看到你了 LX10也來了 歐康娜也在 謝謝大家 我今天等一下這一節播完 三點鐘播完 接下來這個一七 就是五點鐘還有一節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鎖定 謝謝我們的李彩晶 跟我說他沒有離開 謝謝大家 高利民也是 庫斯拉也是 謝謝還有老酒鬼跟宋仲基 我看到你了 另外還有這一位是誰 這一位是Lance Ling Lance Ling 我看到你了 好像是第一次點你的名字 路過的Lear Wong 我也有看到 還有翻滾的羅波頭 LX10 蔡靖南 跟我說若瑀好 謝謝我們的靖南 還有艾琳 跟路過的尚學員也還在 吳博藝也還在 吳博藝謝謝你囉 還有Kamil Kamil說會記事看我 謝謝我們的Kamil 任真好 還有蘇建峰 蘇建峰跟我說我來了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關心 這個是明天一早 會發生的消息 就是AZ疫苗 在明天早上就要開打了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蘇院長 跟陳時中部長都說 早上的7點40分 會在台大醫院 跟大家見面之外 也會帶頭接種 好 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年齡 分別是74歲跟68歲 他們就是要證明說 你施打這個AZ疫苗 其實沒有不適合65歲以上的民眾 另外還要關心的就是 社區感染的恐慌 天哪 在桃園市 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個明天也有五家醫院 分配到380瓶的AZ疫苗 所以預計總共3800多人 就可以先接種了 那麼我們想知道的是 到底有沒有可能會有一些 血栓的疑慮呢 好 而這個出身上 帶頭施打的原因 真的是為了要提高 醫護人員的施打意願嗎 一起來聽聽看 對 他們都會在7點40的時候 在現場出現 對 那請問明天的話 部長會不會在下午的時候 可能親自開機 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天開打的情況 目前有沒有一些規劃 我沒有聽到 這個就看明天你如果問到他 我們也可以再問一下 有時候已經有跟所有的 衛生局跟還有這個 57家的醫院都有開過市區 那針對整個施打流程 有都在從頭再說明了一點 那後來在下午的 傍晚的時候 我們有開了一個ACIP的專家會議 那所以後續針對 這個因為歐盟 這邊有發現了一些 這個歐盟 歐洲的這個藥品管理局 他們在開完會之後 有提出了一些 疫苗接種的注意事項 所以我們也在 禮拜五的晚上把 就是針對這件事情 跟各位媒體朋友報告 所以後續我們就是會在我們的 接種同意書裡面 會增加一個叫 AZ疫苗的接種注意事項 那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大致上 大概就是 新聞稿上面提的這些重點 都會再增加到 我們所謂的同意書 原來的那些同意 接種同意書的內容裡面 那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資料也已經 就是會給這個醫院這邊 E-mail給這些醫院 就是說明天 如果這個病人在 要接種之前 就先讓病人 看完這些所有資料 那可以跟醫師來做 做相關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部分當然都是已經 就緒 只是說大家可能關心的是 連江縣的疫苗到底配送沒有 那因為現在 連江目前其實是誤寄了 所以只要 只要是 目前當然就還沒有配送出去 不過我們已經先 針對明天 他還有一班 早上那一班 如果明天那一班沒有取消 就會上去 那至於說 其他 目前因為我們只有針對 對專責醫院的 這個 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來執事 所以事實上還有 光醫事人員裡面 還有另外第三級 跟第四級的部分 我們還沒有開放 所以會先針對 這一二級的部分 先做施打 當然是後續 去試這個施打的 施打的這個程度 就是到底打的狀況 我們會適度的開放到 下一個階段 好 先來回應一下 我們的好朋友林月華 剛剛問我說 我的手上拿什麼東西 我思考了一下 左看右看 原來是這個 我從80年代 穿越回來帶的大哥大 喂 月華嗎 好啦 不好笑 其實這個是那個 遙控器好不好 只是這個棚 這個遙控器 長得跟別的棚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 像大哥大的東西 大家喜歡嗎 好 大家不能帶走 這個是我們的遙控器 好 另外還有這一位 是誰 方多澤 方多澤剛剛donate我們 然後丟了一個很可愛的貼圖 好 希望大家呢 會喜歡我們的 這個互動式的新聞直播 有任何問題 直接發問 能回答的 我會盡量回答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就是11.7萬G的A字疫苗 在明天早上就要開打囉 現在開始配送了 專家點名 這是行政部長蘇貞昌 還有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要帶頭接種 好 他們說好 是為了要提高 醫護人員的施打意願 政院也拍板了 就在明天早上 7點40分 立刻來聽聽 蘇貞昌的說法 我有講過 疫苗來的時候 我為了增加國人信心 我會率先施打 那現在已經請指揮中心 專家評量 原則上明天就會施打 很多外商也加碼投資 台灣台商回台 科技的發展 像台積電 也都被稱為富國神山 光缺水 世界都已經很擔心說 會不會因為台灣的百年難得一見的大漢 以至於我們的科技產品受阻或減少 以至於影響全世界的供應鏈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穩定供電 同樣也會讓世界憂心 所以台灣我們政府所有的努力 不但會維持穩定供電 也會保護生態環境 還請大家共同體諒 大家一起來支持 人民期待的政府 不是只有保護藻礁 不是只有穩定供電 人民期待的政府是 王毅做得好不好 人民期待的政府是 經濟頻道好不好 人民期待的政府是 小的有沒有顧到 老的有沒有照顧好 有網友奪內我們了 這一位是黃青松 謝謝你 謝謝我們的黃青松 他說主播5N加油 永遠支持你喔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還有昆鮮也還在 另外是高麗敏也還在 謝謝大家耶 還有這一位是誰 大雄維尼有來留言 然後LX10說看到若瑜真的好開心喔 好 其實我就是散播歡樂散播愛對不對 希望大家看到我都可以笑嘻嘻的 還有這一位是誰 這一位是陳凱生 我看到你的留言了 還有這一位是 喔 我看到這個是佳龍 佳龍也在跟我問好耶 好像也是用這個黑金剛打電話給我 問我說我的黑金剛有收到嗎 另外還有ZeroA ZeroA他也有說他們真的是打真正的疫苗嗎 好 其實我們也都不知道 好 應該會是真的啦 應該不會騙我們吧 怎麼會這樣子咧 好 其實我們來看到 大家很擔心的就是血栓疑慮囉 這是A字疫苗引發血栓的原因 目前專家說應該是找到了 好 只是應該喔 好 這是德國跟挪威的醫療團隊 分別研究都發現 可能是A字疫苗 引發罕見的自體免疫反應 進而引發血栓 不過國內醫師就認為了 目前的研究證據不多 這個數據還太少了 所以還是要小心謹慎 因為在丹麥20號就通報兩例 施打AZ疫苗之後 引發血栓的案例 其中一人不幸死亡 再過一天 AZ疫苗即將在全台開打 但引發血栓一律揮之不去 現在可能找到原因 濃威還有德國兩組不同的醫學 研究團隊獨立調查後 已經辨識出一種 由疫苗創造 會引發不良反應的抗體 導致大腦中產生血栓 AZ疫苗所通報的血栓 它是全身上發性的血栓形成 然後呢 它就消耗到血栓板的時候 血栓板下降 這種它的致病機制 跟自體免疫引起來抗體 去破壞血栓板的機制是不一樣的 國外醫師團隊發現 歐洲血栓案例 大多是55歲以下女性 目前最有可能的假說 是這款疫苗導致罕見的 自體免疫反應 進而觸發抗體 與血小板相互作用引發血栓 歐盟藥品管理局也強調 正在進行血栓跟疫苗關聯調查 基本上會誘發血栓 都是跟服用避孕藥 跟懷孕有關 生產AZ疫苗的阿斯特捷利康藥廠 則是拒絕回應 打了疫苗以後出現血栓 不是因為疫苗本身的關係 而是有藥物的關係 蔡英文總統出來幫忙說服 醫護人去施打 這是可以的 加上死亡案例層出不窮 丹麥20號通報 兩起接種AZ疫苗後 引發血栓個案 其中一人死亡 歐盟藥物管理局仍然強調 施打AZ是利大於弊 但所謂的利弊 是相對於歐洲 因疫情死亡人數而判斷 而台灣疫情狀況 國人可能需要的是 更安全的疫苗要求 既然是去何至於 太棒了 好 台灣真的安全嗎 現在難道又輸出個案了嗎 這是上海衛生健康委員會 在21號通報指出 一名陸籍人士從台灣 飛往上海 而入境隔離期間出現了症狀 而篩檢後 表示已經確診 指揮中心表示 目前還沒有收到 大陸GDC的通知 但如果屬實 將會是台灣第61個 輸出到境外的個案 台灣嚴格把守邊境 並不希望任何社區感染風險存在 但21號再傳出 台灣又有輸出個案 根據上海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指出 一名在台工作的陸籍人士 3月17號從台灣 飛往上海浦東機場 入境後集中隔離 觀察期間出現症狀 並在3月20號確診 若屬實 將會是上海第五例 由台灣輸出的個案 我們有看到這個消息 但是他們還沒告訴我們 中國CDC 這個也還沒告訴我們 詳細得到就是 目前指揮中心還未收到通知 但若算上這一起 台灣輸出個案 這個月已經有兩件 上一次是廈門查出來的 一名台灣男子 在2月27號前往廈門 3月15號確診 廈門目前累計 兩例台灣輸出個案 而截至21號為止 台灣就已經輸出 60例確診者到世界各國 機上當然是個途徑之一 但是還有其他可能 國家如果輸到境外去的一個病例的話 原則上是先考慮 再境外得到的 醫師還是認為 應該相信台灣的防疫作為 但不斷輸出個案到他國 也讓人質疑 台灣真的安全嗎 記者余善行 曹家仁 台北將目道 感謝我們的好朋友宋仲基 好 他奪內我們囉 然後還說謝謝 哎呀 唸這個真的很尷尬 因為是在稱讚自己 反正他就是說 這個主播就是我啦 他說很可愛 很專業 謝謝你啦 謝謝宋仲基 每次看這種留言 我都很不好意思 就是開心在心裡 可是唸出來的時候 都覺得很抱歉 好 繼續來看到 這個是今年二月八事件 74週年國民黨青年團 就舉辦了紀念活動 陳出他們有意邀請江啟臣出席 但是還沒有得到回應 對此江啟臣說 其實有安排其他事情了 所以來不及參加 並不是不願意 有在臉書 在播出那個鳳梨眼照片 什麼照片 鳳梨眼 他在那邊看鳳梨 對 那有人說他在爭取一些聲讓 要準備可能要競選黨主席 那你就問怎麼看 關於黨內民主的事 黨內選舉的事 我一貫的態度 我都是尊重大家 大家願意為黨好 來做這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們當然都尊重 而且這個黨內民主 尊重大家的一個選擇跟權力 今年二二八活動在台北的時候 你們搞錯了 可是那個不是 那個 什麼意思 那個 你們要講清楚 是 那是蘋果是怕誰的 青年團辦相關的一些活動 他們一月份的時候籌備 但是這個是二二八的活動 可能因為他聯繫上比較晚了一點 我的行程已經定了 所以那天就來不及去參加 但是沒關係 這個時日內部聯繫的一些問題 重點是我們對二二八這件事情 還有對轉型正義的一些看法 我想我們是一致的 大家都認為 我們必須面對歷史 我們必須把真相還原 更重要的是 轉型正義 絕對不是製造更多的仇恨 或者讓社會更加的對立跟分化 我們希望的是能夠有真相 撫慰 然後最後才能夠和解 我想我也希望我們的青年人 不管是青年團 還是國民黨的青年人 我們在面對歷史的態度 應該是如此的 同樣政壇焦點 就是美中高層對話火爆露幕 而前副總統呂秀蓮 就在這個時候 他拋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提出的是雙兩岸關係的概念 他希望走出傳統統獨之外的第三條路 到底什麼意思呢 一起來聽聽看 我不是提出雙兩岸關係嗎 我們過去就是 兩岸關係兩岸關係 都是講的跟中國關係 結果就陷入統獨 不是贊成統一 就是贊成獨立 那我現在放眼天下 統獨之外 難道沒有第三條路嗎 對 跟中國的關係 我很明確提出兩字民恩仇 第一個 請中國當局 應該接受我的建議 一個中國改為一個中華 我想一個中華 它是很寬廣的範圍 我想在我們國內 比較容易被接受 第二個 我覺得兩岸不是統一 兩岸可以開始討論統和的問題 因為全世界區域統和 歐盟28國家都統和 在拉丁美洲也有拉丁美洲共同體 東南亞也有十國 東南亞國協 所以我正式提出統和的觀念 而不是統一 兩岸可以統和 將來慢慢討論 是不是形成中華邦聯 那更重要 我也很積極的提出 台灣要主動跟韓國跟日本 我們東北亞要形成金三角 然後也邀請太平洋彼岸的 加拿大美國民主國家 大家形成一個太平洋的民主國協 所以我的雙兩岸關係 就是小兩岸就是經營台灣海峽 大兩岸是經營太平洋 我覺得台灣以目前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實力 是絕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大家可以超越統獨 然後有一個全新的方向 這樣相信國際也會支持 看廣告就是支持中天 請大家多多支持 好 持續來關注 是西濱快速道路的車禍意味 上個月21號在雲家段 才發生因為農務的關係 二時車追撞 釀成兩人死亡 八人受重傷的重單事故 才一個月 就在昨天清水段也發生了 追撞車禍 引發大火 這轎車騷成一團火球 當時車上有兩歲的小朋友 他坐在後座 而17歲的根姓女子 他是橫倒在前座 他想要逃出 但是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被燒死了 54歲的大伯 第一時間先跳車逃命 但是他全身都是燒燙傷 當時還求醫護人員說 傷勢太重了 不要再救了 經過搶救後 在今天中午傳出傷重不止的消息 好車轎被混凝土車從後方撞下去 車尾凹陷疑似油箱破裂 瞬間爆出火花燒成一團火球 當下大火狂燒 54歲大伯從右側跳車逃生 兩歲男童在後座 17歲女子上半身在駕駛座 下半身在副駕狂踹車門想逃走 但最後一女一童雙雙被燒死 大伯躺在床背板上被推進急診室 全身70%至80燒燙傷 向醫護人員請求 如果傷勢嚴重就別救了 最後傷重不治 他主要的傷勢在上半身 所以他有吸入性的傷害 給他病人的表達 就是說希望不要救治 中風到今天一直持續在惡化 死亡車禍在西濱快速道路清水路段 20號下午17歲更姓女子和2歲外甥 以及54歲大伯從苗栗前往台中醫院 去探望上個月出車禍的姐姐 沒想到台港上閘道口 叫車卻突然急煞停住 後方混凝土車駕駛煞車 不及追撞上去引發大火 叫車變成火球 被撞轎被燒得焦黑 整台車變形面目全非 據了解這台車是住院姐姐丈夫的愛車 但是25年的老車根本不堪撞擊 這次一萬燃火造成三思慘況 家屬貨爆悲痛從苗栗飛奔到台中處理後事 記者新聞 夏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 好 持續來關注 這一名17歲的女高職生 其實她家裡她是被列為低收入戶的 她的父母親是打零工的 而她跟兩歲的小男童 還有這個跟阿伯 他們是要到醫院探視上個月 才在這個路段發生車禍的根性女子 當時她的丈夫還有小兒子 都在車禍中喪生 只有她一個人獨活 相隔24天 她的妹妹還有大兒子 以及大伯都身亡 短時間失去了五位至親 讓她在醫院情緒崩潰 員工滾得戴眼睛 小朋友坐在皮椅上 兩手張開架勢十足 她從出生到兩歲的成長照片 都被17歲的阿姨PO在IG上面 但一場車禍奪走她和阿姨的性命 兄弟兩人前後死於車禍以外 上個月的24號 小朋友的父母帶著弟弟外出 在苗栗的三彎路段發生車禍 父子雙亡 19歲的媽媽重傷正住院治療 20號17歲的妹妹帶著姐姐 兩歲的大兒子到醫院探視 在回程卻被水泥車撞上發生火燒車意外 車禍現場粉紅色的轎車燒得焦黑變形 相隔不到一個月 同一家人連兩次車禍 24號丈夫小兒子身亡 3月20號17歲的妹妹 兩歲長子被燒死 伯父搶救無效 19歲的根性女子痛失五位至親 生他獨活 情緒崩潰 今天走的是哥哥 另外 他有幾個小孩子 兩個兒子而已 兩個兒子都沒有了 根據了解根家人是南莊塞下族人 父母靠打零工為生 列地收入戶 一家人在南莊住屋 經濟狀況不佳 17歲的妹妹丈夫兩個兒子都因為車禍上身 19歲的小媽媽才剛從車禍的傷勢中恢復 又碰上打擊 悲慘遭遇 讓人同情 接著台中苗栗 綜合報導 好 台中發生起死亡車禍 20歲的機車騎士 他執行就撞上腰左轉的轎車 人重衰在地傷重不治 而事後警方接受媒體訪問說 執行車應該要讓轉彎車 讓家屬無法接受 認為是轎車駕駛向警方施壓 借此包庇 不過求證警方喔 他說當時引述法條時口誤 已經向家屬致錢 兒子車禍走了 李爸爸崩潰痛哭 三度跪地 控訴警方對他施壓 對方一直給警戒壓力 扭轉事實 20號下午在台中北區 中青路跟玉德街口 死者機車執行 高速衝撞要左轉的兵士車 人重重摔在地上 腹部大量出血 鬆硬後不治 但事後警方這番言論 讓他無法接受 依照安全 道路安全規則 那執行車虛擬讓我們轉彎車 事後警方緊急滅火 說是訪問時的口誤 甚至還打電話向家屬道歉 但年輕生命暈落 怎麼樣也沒辦法彌補李爸爸 心中的痛 他在警察那裡都說我們兒子不對 在這裡才說他不對 他們前來也叫警察保護他們 他說兒子才20歲 非常乖巧董事 剛畢業一個月準備繼承家業 夢想是跟爸爸一樣成為優秀的房仲 但意外來得太突然 照片中的陽光大男孩 將永遠缺席 現在監視器畫面曝光 爸爸只希望警方積極調查 還原案發警過 記者春光人李雲杰台中報導 土耳發生在台中 這是台中公墓的火警 大甲公墓雜草起火燃燒 而煙燒到旁邊的車輛都被燒毀 整輛車也是陷入火海 而還有後方一條火蛇 濃煙直竄天際 乾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下来看到群球现场 这是澳洲东部最近遭到暴雨侵袭 不少地区都积水很严重 几乎是泡在水里头了 很多民宅不仅泡在水中 还出现了一个问题 是民宅直接被洪水冲走的恐怖景象 您知道看到的这个地点 就是新南威尔士州的东北的曼宁河 画面中就有一栋民宅 被洪水直接给冲走 实在很夸张 在河中载浮载沉 而在澳洲东部的大雨 到现在也都还没有要停止的迹象 特别是在22号晚间到23号 新南威尔士州的东部地区 还会出现大雨 雪离当地政府也已经发出了洪水警告 提醒部分居民必须要赶快撤离 而接下来是发生在冰岛 冰岛最近这几周发生了至少 14万个小型地震之后 就岛上一座休眠6000多年的火山 在20号当天喷发 地面是裂开了一条长达500米到700米的裂缝 当时很多人都在围观认为说 这个画面实在罕见 但是看起来有点危险 而继续来看到的是 马来西亚跟北韩因为马国引渡北韩公民 前往美国受审 引发北韩宣布两国断交 而马国也送北韩外交人员 下达4月8小时内的驱逐令 北韩外交官就在今天中午风管离开前 再度表达部门 可以听到他的表情是非常凝重的 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因为北韩宣布两国断交 因此向北韩下达了驱逐令 要求这个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北韩外交官跟家属 必须在48小时之内要离境 北韩大使馆在这两天焚烧文件 而北韩外交官也在离开前公开谴责大马 将北韩公民引渡到美国 随后选管人员搭乘巴士离开 准备要返回北韩 好 继续来看看 这个是美中会谈中 这中共与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等人 提到了是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陆委会对此在今天发表强硬的声明 重申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从来都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未来更不可能是 而台湾未来的发展 就是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的发言权跟决定权 而政府致力于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关系 要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台湾民主 立场也是非常的一致 也就是非常的坚定 希望可以获得国际社会 还有台湾民众的支持跟肯定 而我方也再度呼吁了 中共当局要正视两岸现实和台湾民意 不可能接受上这样子的政治框架的事实 停止使用军事威吓 还有外交手段来打压对台的威迫 而除此之外也要务实 透过不设限的前提的沟通对话 要来化解分歧 而且我们都知道 现在每周会谈 我们看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而美国前国务卿的大陆国策批评人员 他就说这个是大陆外交的大失败 再把更多内容交给心意 美国拜登政府第一场和大陆的高层对话 在寒冷的阿拉斯加展开 一开场就是刀光血影炮火四射 作为主人的美方代表 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苏令文 很坦率表达美方要讨论大陆不喜欢的议题 包含新疆香港台湾和网路攻击 而作为客人的大陆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更是粗鲁的回呛美国 管好自己的事 美中双方都刻意在双方第一次会面之下 给对手一个下马威 新新闻的顾尔德的专栏就在分析 杨洁篪非典型的外交战 到底大陆在打什么算盘呢 美国在会谈之前 先从亚洲到欧洲拉帮结果 展现集体抗中的实力 而在美中对话前几个小时 美国国务院就宣布制裁 包含大陆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王晨 在内24名中港高官 制裁导火线是大陆人大改变香港选举制度 削弱香港自治 没有履行中英联合声明 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义务 那会议的前一天才公布这项制裁 其实让中国大陆当时火冒三丈 王毅还公开质问 美国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接待客人吗 不止美国主人不给大陆客人面子 连中国大陆着力很深的欧盟 也在这个时间点上补上一脚 说去年底大陆借着 美国新就任政府交接的空档敲定 和欧盟签署中欧投资协定 当时大陆还沾沾自喜 偷袭拜登成功 没想到3月17号 欧盟就因为新疆人权问题 决定制裁四名大陆官员 还形容说这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欧盟第一次制裁大陆 六死之后 欧盟就是禁止对大陆输出武器 欧盟的制裁让大陆知名国官学者 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 院长颜学通 在他的微博上面的直接说 大陆和欧盟许多国家 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和中东欧还有 就是存在着这个合作的机制 可是这些为什么都没有 在制裁这件事情上面发挥作用呢 布林肯和杨洁篪在会谈之前都说 希望这是一场坦诚的对话 而双方开场白也不是只有坦率而已 甚至到了互相 杨洁篪超过原定2分钟 长达17分钟在镜头上面的发言 摆明是在教训美国 大陆外交部11号还说 这是一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战略对话其实 都会是针对重要议题 深入交换意见的一系列会谈 比方说像是美中两国 在这个小布希还有欧巴马时期 都举行过多轮的高层会议 大陆称这些对话叫做战略对话 可是美国都是用高层对话 senior dialogue这个词来形容 举行战略对话虽然不代表 双方是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中国大陆明显希望 可以和美国建立一个 常态性的对话架构 借由这个机会来框出美国 进行所谓的管控分析 管制分析或者是促进合作 但王毅在这个拜登上台前 还有上任的最开始 对于美国的发言比较多 都是比较低调充满求和的意味 希望的就是和美国 可以重回对话的这个轨道 再加上过去 其实杨洁篪和王毅是很少 连妹出访的 而这一次两名大陆外交 最高的负责人同时到访 显见书其实中国大陆 对于这场会谈的重视 但相对的美国却不把 这次的会谈看作是 未来常态性对话框架的一个开始 布林肯先是在10号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非常肯定的说 会谈不是战略对话 布林肯说美国现在还没有打算 和大陆展开一系列的后续接触 也就是说美国是希望 大陆对布林肯提出的尖锐问题 包含人权台湾以及南海 还有网路攻击 对澳洲经济制裁这一些 有具体回应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持续来接触 美国的态度很清楚 不想一下子就陷入 这个双边对话的框架当中 那川普时期的副管顾问 博明二月出的时候 也曾经跟拜登政府喊话 不要跌进去大陆的谈判陷阱 博明说大陆善用战略对话的 这个花样来拖延具体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 布林肯在对话的开场白 就再度强调 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 就是要遵守国际规范 国际法 而且美国企图就是要利用 盟国还有国际组织的力量 一起来规范中国大陆 不想让自己独自陷入大陆 以谈代变的一个圈套当中 大陆虽然看得出来美国的企图 可是也不可能在会谈上面 对美方他们罗列了这一些 议题关注有正面的回应 因此杨洁篪在一开场 就对美国强硬的划出了红线 警告大陆会以坚定的行动 回应美方的干预 更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杨洁篪在发表谈话之后 当时大陆的翻译人员 准备口译成英文的时候 杨洁篪还一度阻止说 没有必要翻译 换言之 杨洁篪好像就是战狼上神一样 大声地教训美国 是在做大内宣 就是要讲给大陆人听的 不用翻译给美国人听 显然也不期待自己的发言 可以促进所谓中美双方互相了解 化解误会 现在杨洁篪的这个强硬 其实在美国前国务卿 麦蓬佩奥的首席大陆政策规划 顾问余茂春的眼里 说是老虎变身战狼了 批评杨洁篪讲了十几分钟 不守规矩 不守礼貌 外交官员没有外交官的姿态 不是带着诚意来解决问题的 只是想利用镜头攻击美国 余茂春还批评说 大陆把中美关系所有的癥结 都全部归咎在美国身上 没有自己反省的诚意 这是中国大陆在外交上的大失败 其实在这一次的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 美中进行一场非典型的外交战 火热的开打结束 大陆打了什么算盘呢 大陆是想要在这个未来的 对话议题上面有一些改变吗 从美方主控的这个人权地缘政治 回归到其实大陆最关切的 是经贸还有科技制裁 以及其他美中双方是不是有合作空间的议题 可是现在大陆有求于美国的 是不是远多于美国对于大陆的需求呢 拜登似乎是不是也没有急于 想要对这个习近平让步的压力 好 等一下我们再续续跟网友问好 我们先来宣传一下 整个为期两天 这场时尚最火爆的美中外交高会谈 美国强调双方进行了最艰难又直接的对话 而大陆则是回呛说双方其实有重大的分歧 想知道更多内容吗 就在今天晚间的9点和10点连续两小时的 CTI Talk国际直球对决 live播出 主持人是林嘉远 还有大师级的来宾们 包括了雷倩 郭正亮 借文集的名家观点 好 两小时全方位的解析 美中台的关系 主评子评记得都要持续的锁定 好 接下来我就要来感谢我们的中天好朋友了 同时也是我们的中天会员 他是简安杰 好 安杰刚刚我在播新闻的时候 他要donate我们 他说今天特别开心 好 因为假日可以跟若鱼互动到5点钟 好 日本时间是6点钟 其实应该是日本时间的这个7点 因为我今天会播5点的新闻 然后播完的时候是已经台湾时间6点了 所以希望安杰持续的收看 那么刚刚聊天是有发生一些小小的插曲 希望大家看新闻的时候 都是可以心平气和的 然后彼此之间不要吵架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了 这是欧美各国 虽然陆陆续续开始接种疫苗了 而疫情还是没有退伤的迹象 很多民众已经不耐烦了 他们因为被关在家里头 有很多防疫的限制 有好几个国家在20号当天爆发了反对防疫 跟一些那种的措施的大游行 包括了像是德国 英国 瑞士等地 都有好几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大批没有戴口罩的民众 全都走上街头示威 人群还试图冲破警方围起来的人墙 警民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在英国伦敦20号数千名民众 抗疫政府的防疫措施太严格 还有多人朝警方丢职评冠 到傍晚为止有33人被逮捕 德国也有约2万人上街不满防疫限制 警方则动用水柱 警棍和胡椒喷剂 驱离抗疫民众 欧洲多国在罗马尼亚 奥地利 荷兰等地 都有类似的抗疫 瑞士有5000多人采取无声抗疫 举着标语写着够了 疫苗杀人等字眼 要求结束防疫限制 因为疫苗施打延宕 让德发疫等国近期疫情 都急剧升温 意大利20号新增23832人确诊 401人死亡排名欧洲第二高 仅次于英国 全球排名第六高 医疗资源再度吃紧 当局加强防疫规范到四月初复活节假期 将维持封锁状态 避免疫情再度爆发 接着领域报道 立刻加入中天会员 每月小额赞助中天 支持中天 维持营运 加会员方法 请到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找到加入键 点下去完成程序 不知如何加入 可打中天客服电话 有专人交据 好 继续来看到 大家都知道这几天 有什么鲑鱼之乱 大家都在抢疫苗的时候 我们台湾居然在封改名 鲑鱼之乱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网友鲑鱼之梦被爆 吃饱买单之后 还跑到其他客人的位置上 要帮忙买单 而脸书张鲑鱼之梦交流社 就PO了先张截图 在LINE对话中 寿司狼要鲑鱼之梦 到总公司来说明 表示如果他不愿意前往的话 后续可能会报案处理 但这个LINE的截图 到底是真是假呢 网友还是觉得 有一点点奇怪 有一点怀疑 现在还有命理师也跳出来了 说鲑鱼两个字的组合笔画 28话是大凶 说到大凶 大家可能都有点害怕 毕竟就很怕说这种乱改名 会不会有一些血光之灾 一起来看看 好 继续来看到 因为我们这个画面这个关系 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最近大家都在封改名 改名改名就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血光之灾 李鲑鱼出来了 今天我看到新闻的时候 一看到有这个车祸画面 我就立刻想起来说 这该不会是昨天的那个李鲑鱼吧 好 真的是他 因为他现在改了名字 然后出了车祸 然后警方到场 要他拿自己的这个身份证 就一打开发现 怎么叫李鲑鱼 就问他说 你是最近改名的那个李鲑鱼吗 他说对 好 没有想到 现在刚刚改完名字 好 吃完这个大餐不用付钱 但没有想到发生这个血光之灾 还叫鲑鱼 有人说被鲑鱼撞到的几率 到底有多少 国道上小货车追撞轿车 玻璃碎裂散落马路 幸好双方都没大碍 但招式驾驶一下车 拿出证件 名字竟然就叫鲑鱼 事故单上 当事人名字就是李鲑鱼 原来有一名女网友po文调侃 说老公下班被鲑鱼撞 还发问到底有多少几率 会被鲑鱼撞到 民众哭笑不得 也立刻引起讨论 事发在18号晚上 国一系武高架南下 因为前方车流回堵走走停停 鲑鱼男刹车不及 发生碰撞 右脚轻微擦挫伤 没想到网友全歪楼 Cuso留言 同鲑鱼近 假和西鲑 有请兽医吗 真的是鲑鱼之乱 还有网友搞笑说 遇到其中一只也算好运 鲑鱼返乡了 鲑鱼之乱至今 已有不少人改名 但民间命理专家也给意见 说鲑鱼两字的组合合计28话 其实是大凶之数 改名可能得防止意外 邪光以及交通事故 更妙的是 新北警方的交通安全宣导 也跟上时事 交通宣导的范例罚单名字 就叫杜鲑鱼 要民众违规后 必试图谎报姓名谋混 看来这波鲑鱼之乱 后座力还真的不容小觑 记者吴俊文林玉君 新北采谋报导 好的确最近真的是非常多人改名 不管是各个县市 每天每天都有人在改鲑鱼 就是希望可以吃到这免费料理 而现在难道有布丁之乱吗 这就是有布丁界的 爱马仕之声的转卖店 他们就搭上改名风潮 他们说现在你只要改名叫哈密瓜 我真的会免费送你 好30杯的哈密瓜布丁给你吃 但真的会有人改名叫哈密瓜吗 名字叫哈密瓜 张哈密瓜若鱼 好听起来很怪怪的 好不过鲑鱼的风潮 其实还没有退了 很多人打算说 可能改了名字 吃完饭就要改回来了 其实也不用着急 因为现在披萨叶子还推出了 只要你叫鲑鱼 就会免费让你吃整桌 那布丁摇一口里头 还有鲜嫩饱满哈密瓜果肉 是一个实在不过瘾 浮沉人气布丁 普出鲑鱼翻外篇 那请问你姓氏有姓哈吗 结婚前店员先问 姓氏是不是姓哈 难道吃布丁还要做身家调查吗 原来是店家推出活动 只要你姓哈 就可以免费领一杯哈密瓜布丁 如果你叫做哈密瓜 可以直接拿30杯 口感很清爽 不甜 可是就是有哈密瓜 很鲜的味道 浓郁番茄酱均匀抹在饼皮上 撒上大块粉红鲑鱼 各位鲑鱼先生小姐 先不要急着改名 有店家推出活动 只要你叫鲑鱼 就可以免费吃整桌 发音相同 也有折扣优惠 今天20号晚上7点 已经有一组鲑鱼先生定位了 我很讨厌浪费 所以如果说鲑鱼先生要很浪费的在吃的话 我甚至会终止这个活动 鲑鱼改名潮轰动 全台店家纷纷跟进 替自家打免费广告 曝光率 有些人短视尽力 冲一波改名却浪费食材 让人实在看了只要投 也有来问让蔡霜提马 家瑜台南高雄报道 好 接下来 我要感谢我们的达思维达 他抖内我们了 谢谢我们的达思维达 跟我说辛苦了 然后也跟中天说加油 说到这个改名叫哈蜜瓜 突然想到中式的哈远姨主播 他可以免费领到一杯 因为他姓哈 然后哈校园 好像也可以领到一杯 对不对 刚刚大家都在讲说 姓哈的人到底有谁 有啊有啊 Sigbear 他也说中式主播哈远姨 对啊 没错 不过大家真的会为了 这个改名叫哈蜜瓜吗 可能少之又少 但有时候不一定了 很多人真的会为了免费的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好 继续来看到美丽的花朵咯 这个是台南雪甲区 13号这花季终于开跑了 但受到1月寒流的影响 整个花季其实有点延迟 跟过去不太一样 今年是延到现在 最近南部天气终于回稳了 整个花的盛况也是盛开 花矿盛开 甚至有些花朵长得比人都还要高 吸引很多民众一大早就去赏花 你把水尬啊 人比花椒呢 民众拍成一排开心拍照 长得比人还要高的树葵花海 在台南雪甲花季开跑 我会常常 粉红色 桃红色 缤纷的树葵花海 不管怎么拍都超美 也成了热门打卡景点 一早就有旅行团包车来这边 美照拍好拍满 很漂亮 我们家里面好多漂亮的照片哦 拍得很过瘾哦 大家都拍得很过瘾哦 树葵花又成一帐红 一月受到寒流影响生长延迟 但最近南部天气回稳 让花苞盛开 花季也延到三月底 民众趁着假日来抢拍 但少了蓝天白云和阳光 也让带着单眼相机来取景的民众 直呼可惜 有点可惜有点 好像天气晕晕的 好恶恶的 加上蓝天白云会不明 树葵花海节 现在已经成了雪甲区的指标性活动 拥抱田间花海景致 让民众心情也跟着心回忽 就要来观众SNG小组台南报道 看到美丽的花朵 星期很好 不过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最近 这个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哦 好 要提醒您了 到冷气团 等级的冷气团就在今年南下 而各地的温度都是开始下降了 除了这个之外 要提醒您的是 今天明天都还蛮凉的 礼拜一清晨 北部低温只有13度 中南部也是不到20度 这个温度真的是溜滑滴 这时候最容易感冒了 提醒家中如果有长辈 或者小朋友的话 帮他们多加件外套 另外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雨室 特别注意 另外今年最大的 大陆沙尘暴 今天晚间 就会影响台湾了 也就是说明天早上 不管您是要上班还是上课 都会感受到空气品质很糟 在这里要分享一件事情 因为前几天 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 若于开车 然后等红灯的时候 就看到旁边的辆车 他可能觉得空气品质不好 就在刷雨刷 喷水刷雨刷 没有想到有一辆摩托车经过 然后被喷到 两个人就吵架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不管您是骑车 还是开车 都注意安全 臭臭白色花瓣 美丽绽放 几乎把绿叶都覆盖住 宛如矮矮白雪 布满树梢 往年四月才会盛开的流苏花 今年提前在三月中报到 让228和平公园 充满浪漫氛围 吸引民众前去赏花 但好天气要止步了 气象局表示 周日冷空气开始南下 我们预计是大陆冷气团等级 下午晚上这一段 温度就会掉到差不多14度到16度这范围 这波冷空气在周一清晨会最冷 低温只有13度 东部和中南部低温都不到20度 下周二才会回温 至于下雨 仅限北部和东部 在北台湾跟东台湾这边 比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雨的现象 但并不是长时间大范围持续的豪雨状态 另外今年最强沙尘暴 周日晚间将会侵袭台湾 周一各地空气品质将会最糟 就连花冬都可能会出现 橘色警告 去找林一祥 彭新美台北报道 好 好多朋友在呼唤 赶快来就是简单点名下了 Kenny我看到了 加龙我看到了 另外还有张俊怡 跟翻滚的萝卜头 叶大雄 还有老酒鬼跟郭义 我都看到大家了 小帅哥跟金群 巧比我都看到你们了 还有这一位是谁 这一位是我们的侯钱梁 还说明天不用上班 怎么这么好 大家一定很羡慕 继续来看到的是 空污跟电力之间的平衡 争议不断 总统蔡英文表示 台中火力发电厂 加速减碳 势在必行 而中央会全力跟台中市政府 来协调改善空污 台中市长卢秀燕 在今天受访 他以燃气换煤的事情 他就发表自己的看法了 好 这个有跟总统蔡英文表达 增加一部燃气就要拆掉两部燃煤机组 以一抵二 绝对不能让台中的空污越来越严重 我以前特别提到台中市 是全国最大的发电厂 有十部燃煤机组 所以这三四十年来 台中人中部人贡献最大 我们的受害在空污受害也最大 所以我们的机组不能只增不减 要增也要减 要求取平衡 那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供电 不但保持还更多一点 但是空污要减少 换句说我强烈的主张 要太旧换新 以一抵二 增加两部燃气机组 不要拆掉四部燃煤机组 一定要拆 不能留下来 因为如果留下来 就表示我们的机组越来越多 将来有可能 在火力圈开一个可能性 所以势必要拆 那对于这点总统大概听懂了 那总统有私底下表示说 希望再找时间 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讨论 跟商量 欢迎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以及YouTube中天新闻频道 参与最强互动直播新媒体 共享舒安人线上一起报新闻 你最喜欢的主播 相会随时点点名 就是今天了 今天的晚间9点和10点 有CTI Talk直球对决 内容是什么呢 先偷偷偷漏给大家 就是美国强调 这个跟中国大陆双方进行了个最艰难 又直接的对话 但大陆呢就回敲美国咯 他们说双方真的是存在非常重大的分歧 所以就在今天晚间9点10点 连世两小时的国际直球对决 是LIFE播出 主持人是林嘉远 有大世界来宾 雷倩郭舍亮跟借文 及名家观点 针对美中 还有未来跟台湾的关系 好 这个三方面都会来 就有一个非常很棒的解析 而除了这个之外 要跟大家讲的是 子评跟主评 记得要帮我们双开 大家不要换教室 直接子评主评双开 就可以同步收看 全球大视野 希望大家要持续锁定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了 就是在高雄一名女骑士日前 把爱车送到凤山一间 机车行去维修 就发现很奇怪啊 老板怎么会把自己的车骑回店里 移掉监视器 哎呀不得了 他居然呢 偷骑别人的车去买饭 而且一路逆向 好啦现在问题来了 一路逆向 如果被别人检举 这样拍到 这个罚单算谁的 其实骑车离开机车行 穿过大街小巷 左弯右拐 看起来熟门熟路 一出小巷路口 直接来个违规大逆向 其实他骑的不是自己的机车 诶 走完 我去乘这位 我去别动啊 骑到便当店前 直接用喊的 看来这样的行为不是第一次 原来骑车的人是摩托车行老板 他骑走客人的维修车过程 全被行车记录器通通录下来 女性是气氛PO文 要不是我爸看到 老板把车骑回去车行 也不会发现 调出行车记录器后不得了 投骑客人的车去买饭 至少就有三次 老板骑着客人的车先到便当店买饭 之后就骑到超商买饮料 路程总共一公里 把客人的维修车充当代步车 让女骑士欺诈 在维修完都会帮客人试车 每个客人有骑过他们车去买东西 我会跟他们说声 说声抱歉 然后这一点我们会自己会感受 本所认为只有涉及民事的侵犬行为 跟交通违规逆向暂停任行道 老板诚心道歉解释当时去试车 才会顺路买便当 但骑客人车一路逆向 违法行为弱势被拍到 到时候账给算在谁头上 记者蔡庄警马家瑜高雄报道 好 本来要直接讲最新消息 但看到这则留言不得不回忆一下 好 全家就是你家 而这一位陈佑玲说 你的车就是我的车 然后放了很多笑脸 有点好笑 好 这看新闻 播新闻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一些特别留言 都忍不住想把它念出来 接下来不管开车骑车 都要特别注意咯 诶 这个是国内的油价 零五涨 中油宣布在明天凌晨 零时零点开始 就汽油跟柴油的这个油价 要多调涨0.5以及0.6元 这也是从今年2月22号到现在 连续5个礼拜调涨了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咯 调涨后的价格 925间汽油每公升26.5元 95每公升28元 98每公升30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23.8元 最新的油价消息提供给您做参考 继续来看到 宜兰怎么出现这个人怪怪的 骑着脚踏车 好 然后呢 看到了吗 走到别人的汽车旁边 就伸手拉拉看 他的门有没有关 而且是每一辆车 他都这么做哦 原来他是在锁定 有没有车辆 忘记锁门 他想偷东西 幸好及时被住户发现 而目前警方也已经锁定身份 凌晨两点多 这名戴口罩的男子 骑着脚踏车到整个社区 左看看 右看看 趁没人的时候 戴上手套下手心切 先拉左手边的车门拉不开 再锁定右手边的车辆 还是拉不动 短短三分钟内 连续将整个社区的车辆 车门都拉了一遍 住户追上来时 窃贼已经骑着脚踏车 逃之夭夭 宜兰东山水安附近 二十号凌晨两点多 惊艰拉车门外客 嫌犯锁定整个社区的车辆 就像这样试图打开 每一扇车门 看看会不会有粗心的驾驶 忘记上锁就可以偷窃得逞 一般你们车都会收起来 对啦 都会收起来 一般人都会收起来 听到这样会比较稍心的 对啦 一定要比较稍心 比较稍心 密集调阅监视器过率比对 目前已掌握犯贤身份 锁信社区内的车辆都有上锁 没让窃贼有机可乘 最后警方也锁定身份 将通知他导案说明 记者林申赵佩宇宜兰采访报答 谢谢张万钧还有赎金 我看到你们刷留言刷了好久 赎金我看到你了 谢谢你的锁定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了高雄三民区 最近有民众通报 怎么有只猕猴啊 乱跑到这个国中的教室里头 还大肆搜刮 把人家抽屉的食物全部翻出来 把这教室搞得一团乱 最后呢还是老师跟学生 合力帮忙把这猕猴给赶走 知道自己被人类发现 猴子感觉有危险立刻警戒 只见他出现的地点 居然是在国中教室里头 前一刻还大翻抽屉 见到食物就猛咬狂拆 弄得乱七八糟 疑似是同一只猕猴 被直击出现在三民区查哈尔街上 一跳下来把民众吓得失声尖叫 结果是看中阿嬷手上的早餐 猴子扯了塑胶袋就抢 有一个邻居就买早餐提在那边看 就被他抢走了 他吓死了 三月初开始三民区就有民众通报发现猕猴 他两度现身校园 终于在18号下午 被农业局人员吹剑麻醉带回安置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宜兰清水地热公园 监视器画面出现猕猴 以飞快速度从屋顶跳下来 事后工作人员发现地上出现 几根被啃个金光的玉米 实在是想太多 应该是猕猴攀爬过程中 不小心动到监视器 结果被误认为是智慧型犯罪 专家指出猕猴应该是在市区迷航 加上被食物引诱 才会逗留被人类发现 建议民众不要理会 或把食物处于藏好 猕猴会自行离开 也就能避免人喉冲突 记者宜兰高雄综合报道 刚才是猕猴乱闯 而现在是牛之逛大街 就在花莲 在18号下午有驾驶发现 怎么有一头牛就在他旁边 朝他冲过来 他吓坏了 赶紧踩油门超车逃命 而另外一头是在东海一街 也有一头牛在逛大街 而逛着逛着警方发现 怎么会有牛啊 赶紧充当牛仔 就牵着牛走了700多公尺 轿车行驶在路上 你没看错 一头牛就直接从右方 加快脚步冲了出来 驾驶尖撞后 紧急踩油门 加速超车 吓了好大一跳 一头黑色很大的牛 好像突然有那种 做事要攻击跟奔跑的动作 之后我就发现 它往我们车子的方向 这边冲过来 事情就发生在18号下午 将近6点 花莲市中山路二段的道路上 当时零星驾驶 开车行进此处 却差点被爆抽的牛只撞到 不过好端端的 怎么会出现牛只逛打劫呢 其实这一块公园绿地 是禁止放牧的 不过因为牛只主人年岁高 加上精神问题 就将牛只放养 此举恐怕也触犯到 公园管理办法和畜牧法 五毒有偶 20号上午6点多 一头车牛跑到花莲 东海一街的马路上前晃 警方获报到场后 先将牛只赶到路旁 拴在电线杆上 再追查牛只主人的身份 除所有人或行为人 新台币300至600以下发还 不过最后因为迟迟 等不到主人回来 警方就牵着这头牛 徒步走了700公尺 将它牵回东海 十街的农地固定 只是牛只横行马路事件平穿 也不免让民众担心 开车或行径在马路上 会不会有意外发生 接下来 刘吉娇 赵佩宇 花莲采访报道 好 刚刚有人说 牛年来报到 这是黑轮的留言 然后林月华 还是刷了一排牛的符案 有点可爱 另外还有这一位是谁 侯钱梁说牛连忘返 好 大家都很有倡议 要跟大家讲 如果您的身体不舒服的话 上高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一名男子 他就是开车前往荷欢山 好像是高山正发作的关系 头晕目眩赶紧求救 回忆男子坐在驾驶座上 全身贪软 远景抱起男子送上警车 只见男子大口喘气呼吸困难 远景立刻拿起氧气瓶 帮助他呼吸 61岁的林仙男子 19号上午从台中开车上荷欢山 在飙高2600公尺的荷欢古道入口 突然感觉头晕胸闷 手指发麻喘不过气来 他赶紧将车子停在路边打119求救 派出所援警立刻前往协助 将男子再往翠峰陆队 与消防分队救护会合 医护人员与警方合力将男子 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急救 救护车送往福利农民总医院 并联系上林南家属 前往医院康复 男子疑似高山正发作唤气过度 索性送医后已脱离险境 警方也呼吁爬高山要慢慢爬高 不要操之过急 最好能过夜再上升高度 另外要多喝水 才能避免高山正发作 记者林医生